記錄一個圓心角的度數會最合理 就是你在做圓心角就要有圓 那有圓的話就會有半徑 所以我們把半徑定出來 之後我只要定下 只要你的弧長 長度剛好等於一個半徑的時候 這個時候所對應到的圓心角 我們就定為硬弧度 這個時候這個角度我們就定為硬弧度 好所以硬弧度就被定出來了 好那這個硬弧度被定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稍微抓一下它大概是多少 因為我們定了一個新搭配 就會想要跟我們的舊搭配做一個比較 對不對 所以像國小的時候你們學到一台筋 那跟我的公斤的差別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就會出現一台筋的於0.6公斤 好把它先記錄一下 所以我們的硬弧度出來 就會跟我們傳統的度數想要做連結 那這個時候這個角度大概多少 我們先講大概 因為它沒有對的很準 它沒有剛好對的剛剛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觀察它的形狀 這個叫R 這個叫R 這個也剛好叫做半徑 那剛好如果以這個形狀來看 有一個三角形的view 但是三個邊角都是一樣長 所以應該會有60度來秘密的 有60度來做比較的機會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發現這個邊 本來拉只是 可是它現在微微彎曲 但又會變壓扁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大概猜測的出來 不是大概猜測出來 應該是直接猜測出來 它是一個小於60度的角度 所以一弧度是小於60度 那這樣的話沒有對齊我還是不太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很想要知道 有沒有一個比較好比較的東西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看一下 一個弧度是用一倍的半徑來決定的圓景角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想 那一圈剛好幾個半徑 一圈剛好二拍個半徑 對啊 我們這一圈剛好是二拍個半徑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再對一次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 一圈的圓形角剛好叫做二拍五度 所以我們想要去找到一個 跟我們舊單位去對齊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 一長一跟我的舊單位對不太到 只能對到比60度小一點點 所以我要找到一個可以對齊的東西 那我就來繞一圈 那繞一圈這件事情的話 剛好我們有背過一個公式 叫做一圈等於二拍一個半徑 只是你在背的時候叫做二拍阿 那我把它二拍XR 講成二拍一個半徑 一個半徑就是一個弧 那二拍一個半徑就會對到二拍一個弧 而這個時候這一圈剛好做一組 我們傳統的幾度阿 360度好 所以就對完了 所以講弧度這件事情其實它不難 它只是一個新單位的介紹 你只要知道它怎麼定 一個半徑的弧場對到一個弧度 那二拍一個半徑就會對到二拍一個弧 那剛好是一圈 一圈就是360度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得到了幾個 比較常見的對應方式好 二拍等於360 所以一個拍就是180 接下來我們就是以它做一種很多的換算 最常做的換算30度等於幾拍 你只要很簡單 你只要把180除以多少等於30度 除以6嘛 那右邊就是6分子拍 那我告訴你5分子拍是幾度 你只要把拍改成180 所以5分子拍就是5分子180 所以就變成多少 36度 懂嗎 所以角度換算第一個就是亂這個 但是我們又回到了第二個問題 這個拍等於180度 是後來我們在做所有的換算 都是以它為基準 90度等於幾個拍 就是2分子個拍 因為它是180除以2 那45度怎麼辦 就是180除以4 那就拍除以4 就是4拍5度 4分子拍5度 好 可是我們最後還是會回到最後 剛才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15度等於幾度 這個時候你要接受一件事情 拍不是個代號 它是個數字 它的價值等同於更號2 但是在你的世界裡面 它不會是一個符號 它已經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大概1.114 所以拍這個符號它也是個數字 它的數字叫做3.14 所以你可以把拍變成1 這個過程裡面就是除以3.14 那你就把180度也是除以3.14 好 可是我要講3.14是不準的 對不對 我們班有一個很會背的 對不對 可以背到20位還是30位 所以我們正確要寫還是要寫拍 但是如果真的很想要寫出答案的話 我們可以寫近視值180度除以3.14 來抓一下 因為出來大概是57點多度 好 那我要說明一下 也因為這樣有角度 這樣進來我們的單元裡面去考 所以要很小心 學測的時候只要你該寫角度的地方 沒有寫單位都是5.14 你懂嗎 所以曾經有一年的考題是問 請比較下列的大小 第一個叫做Sign 30 下一個叫做Sign 60 很多人就會說 我知道60度的Sign比較大 對我知道60度比較大 但是它現在是60度還是65度 它是65度 所以這時候他們怎麼比啊 你就要開始去把那個30跟60 開始去做同界角開始換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我怎麼同界角 好我問你喔 如果今天我寫個3000度 你會怎麼做 我先講3000度你會怎麼做 你開始狂減360 對不對 因為你要找到0到360的最小測同界角 這樣才方便去做到那個耐的值得 所以這個時候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瘋狂給它減360 那以前這個叫做目渡的時間 你用減360 那這樣目渡的時間 你就減多少 二拍就好了 那你說可是30更多拍子 我不會減 你會減啊 你只要目算一下就好 就是一次減多少 6.28 兩個3.14就是6.28 所以減6.28 減6.28 減6.28 大概減4值就差不多了 那後面那個大概減個幾次啊 大概減個8值到9值嘛 對不對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比較它剩下來的東西 那剩下來的東西 你就可以先做第一件事情的判斷 等一下才去管數字嘛 除非我同號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呢 比較你要抓一下 OK 這個地方是要講陷阱 就是說 考試的時候它可能不給你單位 但是它實際上就是一個單位 好 因為弧度太偉大了 就這樣 好 所以角度的部分我就介紹完了 這樣可以嗎 看一下 我看一下後面有沒有這個題目 好 它考很少 好 就在這裡 3.40 106人學測 看一下這個題目 它在考什麼 注意一下前面這裡喔 這個對它來講 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 帶進去之後 它送你的單位 聽懂綠色嗎 這一個 綠色的範圍 對第一個cosx度來講 那個x是個數字 它帶進去 再加上單位 懂嗎 可是 這個範圍 如果是對後面那個cosx來看的話 很抱歉 它不只是個數字 它還包含單位 為什麼 因為它丟進去 它不給單位 它丟到這裡來的時候 它有沒有給任何單位 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直接 這個數字做為我們的角度單位 這樣聽懂嗎 所以這題大家都懂 可以想一下 它的變化是什麼 如果對這裡來講 第一個綠色的cos 我們就用顏色來區分喔 對這個cosx度來講 它現在得到的答案叫做cos 3.14除以2 這個數字大概是多少 我們就抓1.57度 所以它就在算1.57度 一直到 它的3倍 要做什麼 大概乘以3嘛 4.7 3度 所以它算的數字非常少 就是這樣而已 算數字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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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去看藍色的 這個選項 這個選項有一個e不見 而且二補個 這一個啦 這有一個e 那對後面這個cos 呢 它是從一個cos 對我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有單位的號 但是這個時候你的腦袋就會很糾結 為什麼 我綠色的時候 我有一個單位叫做 不 我只是把數字帶這樣 就這樣跑出來 可是到了藍色的時候 我沒有單位 那所以它本身就是個單位 可是我們再講一下 我們在算三兩數 你比如說 喜歡用度去算三兩數 還是秀 上高中 欸高中的時候 是喜歡用 大學喜歡用 因為大學還要微積分 微積分的時候 不能用這種單位 只用五度單位 不然的話你會 出現倍率的差別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在高中 我們在算 只要算一下 既然沒有 進去沒有加單位 所以它本身就是個角度 好 那我們進去的時候的角度是幾度 所以用我們習慣的角度 所以它進去的時候 就做90度 一直到幾度 270度 所以在這裡面它會出現90度 到270度 的變化 如果你能抓到這一個題目 它的變化是這樣的話 那就結束了 好 因為答案已經出來了 答案多少 他說什麼時候 它小一個很燙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請你用向線判斷就好 在一個只有這麼多角度的變化裡面 我給你帶隨便一個角度 你都一定是一個什麼速度 正數啊 這叫第一向線角 雖然它小小的 但是它是第一向線角 好 那接下來藍色的這個地方 我讓你帶進去的這個數字 它是一個有單位的 所以它有角度單位 只是我們換算這種習慣算的單位 叫做90度到2007 這個90度在2007 想一下它的向線 再第一向線 23 23 23向線的答案 不是0就是什麼 就是負的 這裡答案是正的 它還沒有0的機會 所以請問一下一個正數跟一個0的複數 有沒有機會 我小於你 正數有沒有機會小於你 正數有沒有機會小於複數 但不可能啊 所以大家就是過來0 跟我們結束 OK這樣問題 所以它這一個題目 它考的單純係在哪邊 其實在角度換算哪一塊 最後在做判斷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 老師接下來應該怎麼換成 用正複數就判斷完了啊 一個正數永遠不會小於複數啊 所以你要問我什麼時候會小於你 答案是沒有 沒有的話我就不用去討論X什麼 X有幾個答案 就不需要 因為辦不到 就這樣 OK這樣問題 當然這樣感覺到這一題的解法 所以這一題解法的話 它單純就是角度換算 好 那角度換算就講完了 好 那這個角度進來到現在那麼久 就考這一題最經典 OK 大家看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回到重點整理 那 我們這邊就額外再講一個東西 叫做幾座標 那我要講 之前我們在教三角函數的時候幾座標它只是一個過客 只是因為我們在定義廣義三角函數的時候 我們希望把角度拿到座標裡面去講嘛 重新定義三角函數 它是用R分之X座標跟R分之Y座標來定義 所以那個時候就牽扯到你後來在架座標的時候 就架出了這一種東西 好 那這種東西的話 它其實就是我有點座標 但是實際上是靠著這個半徑還有這個叫做定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就稱這個叫做以前的直角座標 而這個R和C達也可以幫你定出來它 所以這個RC達叫做幾座標 它就是兩種不同的座標系統做轉換的過程 好 所以樓下這邊就要講這個 我們直角座標跟直角座標它是可以去做轉換的 直角座標RC達跟直角座標XY 他們有一個關係 好 那我們在樓下畫一下 當你跑出一個點座標它叫做X兜點Y 那你形容它的方法其實你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叫做利用你到遠點的距離 還有你跟X兜正向夾角是多少 你也可以把它頂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會出現一個等價 那個等價就是他們代表的點是同一個點 好 這就是它的轉換 好 那這件事情我們在當初我們稍微提過就好 可是我們接下來要叫下一個單元負數的平面於三角行數 我們就是要研究 怎麼樣把直角座標跟直角座標做一個轉換 而且中間還穿上了一個東西叫做速數 OK 所以 複數跟三角行數的提示 其實它就是用直角座標面積作標怎麼換 那 這兩個座標它的轉換公式怎麼換 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的構造其實可以這樣子去看 以這個圖為例 因為你的X座標跟外座標其實後來就是在講 這個就是X這個就是Y 好 可是我要先講一下 我們在講座標 我直接把座標寫在這邊 其實它不只是個座標 我把座標直接卸下來 我們一向線的話 這個座標就會是它的長度 可是如果這個座標放到第二向線的話 它的X座標放下去會是一個什麼數 複數 所以它代表的不只是一個長度 所以其實這個X它代表一個有方向的長度 對不對 有方向的長度 它其實是可以跑出它的正的話 就代表我在X的正向 如果X是負的話 我就在X的負向 它是有向量的長度 OK 好 那這個時候C打它其實也可以表現出你的向量 對不對 你今天投影下來的時候 你是投影在X的正向還是負向 其實看你的C打是要瑞角還是頓角就可以 這個時候 所以這個X跟這個R 還有C打的關係就建立出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個X 如果以這個圖來看 很容易就定出這個X會等於 你的直角即座標裡面的R 去乘上口賽系統就出來 而你的Y座標 就會等於什麼 你的R乘上賽系統 所以嚴格來講 我顏色用錯了 應該用藍色 因為上面直角座標是藍色 所以我應該用藍色 所以你的座標 跟這個座標 跟這個座標是一樣 好 我們說過座標 我們在後來學向量的時候 我座標可以寫X多點Y 其實我也可以寫上跟下 所以這個座標 會跟這個座標一樣 所以後來我們就找到 直角座標跟直角座標的轉換公司 你未來聽到說 R7打為什麼是阿神直角座標 只要把阿神上口賽 就會變成 阿神上賽就是換座標 好 這樣直角座標跟直角座標換算 OK 這樣有問題 所以觀察就有了 好 那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跟圓的參數是有關 為什麼 因為後來這樣的一個 弧形 我們看一下 以這個來看 其實R 其實可以代表一個圓的半徑 那在這個圓上 你想要找到這個點座標是多少 那你就會透過你的半徑 它有跟這個夾角是多少 去把它轉換成這個公司 所以 其實 幾座標它其實就像畫一個圓 你給我半徑 我就幫你畫一個圓 那你只是要告訴我們 在幾個角 那如果今天我想要描述這個點 的座標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用這個來寫 所以 R7打 R7打 它其實也是圓的參數式 所以這個換算 它也是一個參數式的概念 這樣問題 所以 參數式 三角的數它的表現 就是在這邊呈現 那我們這邊多一個東西 叫做 複數平面的應用 為什麼會多數複數平面的應用 為什麼會多數複數平面的應用 就是 稍微 之後鋪一個點路 就是後來 我們在複數的世界裡面 我們想要找到一個東西 叫做 3加2i 到底是什麼 的位置 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在哪裡 它的數學的位置在哪邊 結果後來發現 一直找不到它的位置 因為我們一直在 1 2 3的世界裡面去找它 我找跟到2 跟到3跟到4 也沒有一個人跟它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發現 我們找的位置太少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在 後來的世界裡面 我們就定了一個東西 就是3 可以在x軸上找到3 那2i 我們會在這個地方找到2i 因為這裡就是1i 這裡就是2i 因為這裡叫做虛軸 那以前我們叫做x軸 y軸 它實際上未來 我們就稱它叫做 十軸跟虛軸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 下一個單元要交的 這個就是 以後我們要交的座標 其實我們可以定 十軸的地方就是在2 而十軸的地方就是在2 所以3加2i 它終於找到它在 數學界上的位置 就在這裡 所以它的位置就會在一個 平面上出現 它平面上出現之後 我們就覺得 這樣它還有一點點感覺 它就是變成了一個座標 它就變成像座標一樣 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用座標把它形容它 就座標把它形容完了 那形容完之後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把我們所學的東西 全部都拿進來 因為其實一個座標的表示 它其實除了代表位置之外 其實它好死不死 剛好又跟一個東西很像 叫做向量 所以複數它其實可以用座標記 它既然用了座標記 那我就把你當成向量 為什麼我會把它當成向量 因為我們在複數裡面 它最難搞的動作 我們後來的應用裡面 只有四個動作 叫做加減成 那加減法這件事情 就是座標化變成向量最好的代表 因為如果3加2i被定義成這個座標 而這個座標被思考成這個向量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座標 叫做2-3 2加3i 2加3i這個數字在哪裡 在2-3的位置 在2-3這個位置 那2-3這個位置 它也可以把它思考成是一個向量 所以我現在有兩個向量 一個叫做3-2 一個叫做2-3 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有一個A向量 跟一個B向量 它們加起來的時候 如果它的意思叫做A向量是3-2 那B向量叫做2-3 那以前我們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把它們加起來 就是S加SY加Y 所以最後就變成5-5 那5-5這件事情 有沒有很像3加2i和2加3i 它們兩個先把它加起來 就會產生5加5i 所以後來我們就找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複數的加法 就像向量的合成 你懂得知道嗎 所以複數的加法跟向量的合成 就是因為我把複數當成座標 座標就是向量 而你複數的加法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你的10部不會去跟5序部加相加 對不對 啊我們以前向量加法 你的X分量 只會跟X分量相加 你不會去X分量加Y分量 所以向量跟向量相調的時候 你不會X去加它Y 不會Y去加S 你沒有這樣的一個合成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得到 複數的加法跟向量的合成 OK 好那解法也是一樣 對不對 好那所以我們已經找到 原來複數這個數字的特別性 它的特別性就是它其實要用向量去解釋它 你的加減法就很漂亮 但乘處 乘處的話 乘處的話 就跟它的響度有關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要離開向量 它就會用擠塑膠去形容 好那時候就要讓它離開 好那我們這邊就先提到這裡 讓你先抓到一點點感覺 為什麼我會突然 要向量之後呢 它又要叫複數比例 因為它有向量在裡面 OK 就先這樣 好那這邊就複數完了 重點3 好剩下45 就留著 今天晚上把它用來 OK就這樣 下課